被誉为冰上蝴蝶的陈鹿 曾赢得中国首枚花岸花冰冬奥会奖牌 也是中国第一位花华世界冠军 北京冬奥会即将揭幕 他对中国花华队的冬奥之旅有何期待 对中国青少年冰雪运动教育又有哪些看法 近日陈鹿接受了中心社东西问中国运动员栏目专访 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 陈鹿演绎的梁柱收获满堂彩 谈及中华元素能否成为中国选手的加分项 陈鹿表示关键还是看技术水平 只有技术达到一定高度 才能更好的将民族元素中最精髓的部分展现给世界 我们是中国人 这个中国民族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标签 他不是说这个已经是这个这个因为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最独特的东西 我们自己民族最独特的东西 那么就是这个如果你选择用中国音乐去比赛的话 那么你最好是要把它表现的到到完美或者到极致啊 那样你才能给世界一个最好的方式去去展示啊你你民族独特的东西 陈鹿说就实力而言目前中国队双人滑实力处于世界一线水平 冲击北京冬奥会金牌的可能性较大 男子单人滑女子单人滑冰上舞蹈三个项目还略显薄弱 从中国队来讲还是双人滑 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在世界的一线水平 冰上舞蹈男子单人跟女子单人 这三个项目还是稍弱一些 如果要是有的话 那可能这个男子单人滑有一线希望 因为毕竟像金沛阳他曾经获得过这个世锦赛的奖牌 他有这样的这个能力 陈鹿认为当前中国队想要突破瓶颈 需要做好人才储备 提高训练质量增强艺术表现力 我觉得还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人才的储备 我们的普及率 那再有就是在技术层面的 我们的技术上我们要这个还要革新 还要提高 还要甚至于增加 也许增加更多的这个科技手段 去提高这个训练质量等等 然后艺术表现力 那么我们这个怎么样去训练 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运动员 在艺术表现力上 能够像这个俄罗斯运动员 这个青少年运动员那样 可以在那么小的年龄 可以有那么好的一个表现力 目前陈璐的女儿也在练习花滑 在陪伴女儿油浅至深 接触冰雪运动的过程中 陈璐体会到启蒙的重要性 一个优秀的启蒙老师 可能会发现一个未来的世界冠军 我们这些年看到的或者经历到的 在12岁以后一大波孩子就停止了 其实这个是很浪费的 如果能跟教育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联合 那么我相信我们国家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冰雪运动 它的一个发展会是更积极 或者说更快速的去达到我们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陈璐说 北京冬奥会让中国冰雪事业的发展显著提速 再后 诸多场馆将会转变为促进全民健身的城市文体综合体 对于中国冰雪事业的发展而言 这无疑是积极的信号